书法大师楼永裕毕身推广书法艺术成就不凡 而他的儿子楼培心也承袭了复制 在书画界有杰出的表现 楼市父子9月份应花莲县文化局的邀请 举办了庄严与飘逸的书法连展 两代书法家的作品各有风格和意境 值得大家前往美术馆来参观欣赏 书法大师楼永裕擅长书画与豪芒雕刻 他的作品闻名于世 而他的儿子楼斐心也幼成家训勤袭书法 在书画界也有杰出的表现 今年9月份花莲县文化局特别邀请到楼市父子举办连展 以庄严与飘逸为主题 要让大家看到书法艺术的精髓所在 主题叫做庄严与飘逸 这个是两个极端的事情 庄严即使说我们这次主要是以写经为主题 那么写经是很庄严的一个风格 那么飘逸据说这里面也有一些是行书的字体 行书的字体是比较飘逸的这种作风 那么背后我这一张是连评的书法 它是叫做签字文 那么用的是立书的字体 那么这个字体呢我比较特殊的 我是采取名出的一个书法家 传科家叫做王福安 我参考他的字体 那么他的字体里面立书 有很多的这个传科的那金石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这一篇就是用这样子来写的 书法并不是你随便的乱写就可以 并不是说这龙飞凤舞的 你还是需要一些基本功 你这个书法的这种基本的架构 肩架结构 这个东西还是要下苦工去练 那这样子它才会有一个比较美的标准出来 然后你再掺杂以个人的风格进去 这一次的连展有楼友谊大师的书画 浑厚豪迈的字体是楼老的经典代表印象 而楼斐心老师除了书画字体 在古真古琴上也多有专严 因此在这次展览当中还有现场的国乐演奏 庄严与飘逸楼永谊楼斐心书法连展 就在美术馆一楼第三展览室 展期直到9月27号 欢迎喜爱书法艺术的民众 要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会欢迎时报道